好了 大家新年好 我這條影片 待會推出的時候 應該是年三十萬 大家在看我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在維園走大運 拍片 首先公祝大家 公園發財 身體健康 財源廣進 生意興隆 學業進步 總之就是過年大改天 新年快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其實很多人都會做 我相信每個家庭主婦 怎樣都會做的 一個菜式當然是開年齋 開年齋其實很簡單 現在很方便 現在街市有這些一代賣的 一次過 有些什麼呢 有雲耳 金針 紅棗 粉絲 法菜 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 這個是枝竹 今天我忘了買爪的枝竹 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吃枝竹 那 發菜不見了 隨便吧 只剩下一個小汁 也不知道去了哪裏 這個是粉絲 這個枝竹 然後這個 有冬菇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做冬菇 但其實這些冬菇 就不是我們吃的乾冬菇 這些很快腍的 木耳 我自己喜歡吃木耳 我都說過很多次 它不是很豐富的嗎 鐵質的嘛 當吃肉的 然後有金針 有些紅棗 然後 那當然是 很大盒的燒菜 大家會問 這麼簡單 你分享來做什麼 都是那一句 大家經常做的事 就未必一定好吃 等於我以前經常說我媽媽 她炒的青椒 我是不吃的 但自從我炒了青椒之後 我接手做家廚之後 我的小朋友就不斷起勢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方法不一樣 講完 我不是特地去銷售我的特別之處 而是我經常都說 追求美美 有時候大家就要用心和細心 用心都不夠的 方法不正確 都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要細心 基本上這個開年齋 我們大家一定是用南語的 為什麼呢 其實齋菜來講 是分兩類的 一類就是宗教性的齋菜 宗教性的齋菜用料是很限制的 宗教性的齋菜 你又不可以用蛋 又不可以用蠔豉 又不可以用蒜 連蒜都不能用的 蔥都不能用的 因為蔥和蒜 他們是屬於那種叫什麼 腥運 就是肉食那種意思 腥大家都知道 不符合宗教的要求 但是我們開年齋 本身有長久以來的歷史 就是開年齋菜 其實我覺得很佩服古人 我之前都講過 很多時候古人 他不懂科學知識 所以他很多時候 是用一些習俗 用一些規矩 甚至用一些宗教的儀式 去規限了大家 適當的時候 為了保養身體 所以就需要吃齋菜 或者是指定吃某些食物 可以吃或者不可以 OK 好了這個時候 當然是燒鑊 講那麼多話 燒完鑊之後呢 那我就又要下油 咦 這裡你下這麼多油 做什麼 因為我要炸這個粉絲 和這個枝竹 那 那 關小個鑊 不是 關小個鑊 關小個鑊 就是 加完油之後 建煙 稍為這個是 降一降溫 那我們先下鮮炸枝竹 即是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不是不尊敬老人家 我非… 大家如果是看得我久都知道呢 我是非常尊敬我媽媽的 口口聲聲 開口埋口 都是媽媽說的 即是我不是裙腳仔 但是我亦都希望大家明白 但是呢 的確它有些菜式呢 我覺得是可以更加改進的 OK 好了 稍為炸一炸這個枝竹 接著可以放在一邊 接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 炸一炸這個粉絲 好 那… 那… 那個法菜呢 本來原本有法菜的 不過呢 因為太小了 那所以呢 我唯有呢 就是… 隨便吧 那我就沒有特別處理它 它黏在邊 我就可以留它 OK 那… 這個粉絲呢 就稍微炸一炸它 它的表面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說 就是一定要炸到它很透的 輕輕吧 好 那…基本上可以了 接著就放在一起了 那… 那… 那…大家不需要擔心的 那… 那…自己配又得了些材料 又或者呢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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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少許的油 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多的 然後放薑片 因為我是非宗教性的 所以我甚麼都可以放得 我先說我佩服古人的智慧 他們不懂科學的原理 於是用俗規、香禮和宗教性的理由 規範了大家指定某些日子吃某些東西 開年齋是因為過年前大家都大魚大肉 一團麵飯 為了清一清腸胃 不用吃得那麼heavy 所以就發明了開年齋這件事 因為它不是宗教性的 大家喜歡的話甚至下蠔豉 不過蠔豉其實是很heavy的 它的脂肪很厲害的 膽固醇也很厲害的 稍微煎一煎薑片之後 現在我就關小火了 我做甚麼當然是下南乳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跟著我做過之後 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的炆煮是真的特別好吃過人的 最低限度是給大家以前認識的 認識的、懂得的煮法 就是好吃很多 OK 大概我們 這裡有大概材料有兩斤左右 我們就放一磚的小南乳 OK 跟著之後 現在呢 我就加少許水下去 炒了它 我這裡放多了 其實少許就可以了 隨便就可以 等煮爛那些南乳 欸 這裡甚麼你這樣 每樣東西都不同人的 我以前阿嬤 教不是這樣的 是呀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 衍生字 就是我這個 是打仗 就是 燜東西的時候 打仗那個 手勢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齋菜 就很寡的 說真的 你就算下了南乳下去 是有南乳味 不過不夠香口的 OK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先是 跟它呢 就製造 提前製造 這個焦糖化 所以為甚麼 大凡醬汁 炒東西 炆東西 我一定要打仗 就是這個意思 製造這個焦糖化 為甚麼 因為人類追求 美味 能夠令到那個味蕾如穴 有那個愉悅感 即是你吃完東西之後 有一種 幸福感 所謂的 兩個東西而已 一樣的焦糖化 另外一種呢 就是梅立反應 肉就是梅立反應 肉就是梅立反應 但是呢 醬汁的話呢 我們就要有一個焦糖化 所以呢 大家會發現一種東西 如果大家炆東西的時候呢 抽乾水呢 即是它越炆到它乾 它就越野味 其實就是那種焦糖化 但是呢 你不是各樣東西都是甚麼的 即不是各樣東西都可以這樣做 有些真的要有汁才好吃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就 改變的先後次序 我提前呢 現在 我就製作這個焦糖化 我現在不是在這裏發緊握風 我現在呢 是等大家看著那個 texture的變化 看到那個過程 看到那個process是怎樣做的 OK 現在開始呢 大家看到那個鑊邊 開始有點黏了 接著之後 大家明明先頭看到有水的 現在呢 它開始呢 就好像那些爛泥一樣 這樣就對了 現在呢 我炒到這個時候呢 我就聞到很香的南乳味 鮮頭是聞不到的 一路鑊的時候 這個就是焦糖化的神奇的地方 大家看到那個鑊邊開始黏了 差不多了 我現在聞到很濃烈的焦糖 就是那個南乳味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下水也可以 下這個 就是下了這個料 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我就預料呢 等一下那些粉絲會吸水的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加水呢 大概去到呢 因為我 就是這麼大份量 這麼大份量 我為了要等一下保持那個濕潤感呢 我現在呢 就加水呢 加到下去 800ml左右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預料粉絲吸水的 現在 咦 看來 不夠800ml 我亂來 這些經驗來的 看就知道 大概是有多少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開水它 稍微 滾一滾它先 煮一煮它先 好 這個時候我們蓋了 大概呢 它滾了之後呢 煮一煮它大概兩分鐘左右 那我等一下呢 它差不多可以的時候呢 即是過了兩分鐘 我再跟大家去分享 那 給它兩分鐘 那等一下滾了之後 算兩分鐘 OK 可以不可以 是滾了之後 好 好 待會兒見 哎呀 不好意思 就是 忘記了 哈哈 這兩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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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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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喜歡吃枝竹的話呢 就可以呢 是 買些 炸好 炸好 的枝竹回來的 OK 好不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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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滾了兩分鐘 這個時候還有很多水 這個時候我們才放粉絲下去 大家看到的我才能放很少油 但是我炸粉絲的時候其實都放了些油 所以大家要記住要計算那個油的總的份量 我現在大家看到的 我依然是還沒調味的 只是本身那些南乳味 把粉絲放在底下 稍微讓它吸一吸水 抱歉 拿醋煲蓋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火了 看著它吸水吸到什麼程度 差不多吸乾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放菜下去了 還有調味 可以嗎 待會見 現在大概滾了一分鐘 大家看看還有很多水 不要緊 因為粉絲是會繼續吸水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就按照它的重量 放這個少許的鹽 大概三分二斤左右 接著是糖 就放兩斤 可以不加雞粉也可以 因為這個齋菜就不會有肉味 雖然放了雞粉就很好吃 還有我講了這個不是宗教性的一個齋菜 所以我們盡量可以什麼都放得 但如果大家有宗教背景的話 這個時候雞粉不要放 蠔油不要放 這個時候我們就放生抽 大概放兩茶匙左右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放菜了 調味後才放菜 好 那菜放多少呢 就 釋除大家專便 就沒有說規定要放多少 你喜歡吃多些 就放多些 如果你不喜歡吃這麼多 就放少些 OK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 這個時候 那些粉絲是會繼續吸水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的 不用擔心水多的 它最後一定會吸光的 為什麼我要最後才放菜呢 就是因為菜不適宜煮 紹菜這家菜 或者是大白菜 或者是黃牙白 就不適宜煮得太熟 如果大家想整個齋菜是很好吃的話 那些菜一定要控制它的生熟程度 是剛剛好 就不要過熟 一過熟 我講過很多次了 那菜本身其實儲存 就是大量的植物糖 那如果菜一旦過熟的話 那些糖分就會大量釋出 就變成了自然不好吃了 那種甜味大家吃下去是很難受的 OK 好了 那現在就行了 這菜現在有七八成以上的熟 那就可以關火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就等它的置熱呢 等它的置熱呢 就是焗熟的菜 記住啊 菜是不可以太熟的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最後才放 好了 那基本上這個齋菜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 我忘記了是不是應該放薑 那但是呢 正常來說呢 怎麼都要有些薑呢 是調一調味 還有呢 是暖一暖的胃的 OK 那 那大家看看 這個粉絲呢 就剛剛好 它吸好水的了 那這個呢 我就一餐煮兩餐吃了 所以呢 就份量比較大 那 我是 Cinda不是很多菜的 那 那 我就將這個菜呢 我就留回去下一 下一 下一 我再 就是要下一餐 再添 即是要吃的時候呢 我再添加 OK 那倒些汁 那 不要看這裡還有這麼多汁 等一下上到桌 一會兒就不見了 為什麼呢 那些粉絲是會吸汁的 那 那 那 我就 放著這麼多 那 有多的 等一下 吃完一轉之後 我們才再添加 家裡就沒什麼所謂的 還有呢 這些菜呢 大家呢 是可以空口吃 當飯吃的 OK 那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 這個開年齋 那 有幾樣的 我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下 第一 就是用油的份量 用油的份量 我這個方式 就是 要炸這個 炸這個 枝竹 要炸這個 粉絲 粉絲 就不用炸到它透 只要表面 它有些 炸了的泡泡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這兩樣東西 都會吸油的 大家要記住 那所以呢 我們煮這個齋菜的時候 開始起鍋那一下 就不需要加太多油了 因為 我們要計算 那個粉絲 和枝竹 它會吸了一些油份 然後煮的過程 它會釋放出來 只有我們計算了 那個油份之後 我們這個齋菜才有意思的 那我先頭都說了 其實這個是前人的智慧 古人的智慧 為什麼過年一定要吃開年齋 呢 不一定是因為宗教的理由 但是它是有科學根據的 為什麼 因為過年 團年飯 我們通常都很heavy 是不是 那麼 每個人都食製了的時候 開年飯 我們就可以簡單得多了 所以呢 就弄了這個 就是 鄉親父老規定 要吃齋菜 是不是 那好了 那麼為了呢 我們要令到這個齋菜更加惹味 我知道有些人 就不喜歡炸粉絲的 覺得它很油膩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炸了粉絲 炸了枝竹之後呢 那個 食味是完全是兩回事來的 大家會覺得呢 就好味好多的 大家都會見到的 我調味是不是很淡 這個齋菜 這個齋菜 喂 我也說兩斤多的材料 我才放那個 大概三分二斤鹽 是不是 很少 但是其實也不算少 因為為什麼是鹹魚 南乳本身也是鹹的 好了 那麼 我這道齋菜 其實那個 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去炒南乳 而這個炒南乳呢 和這個炸粉絲呢 結合在一起 就會令到這個 本來平平無奇的一個齋菜呢 就變成一個大家都會吃不停口的齋菜 那麼這個呢 亦都是我和其他齋菜不同的地方 我始終是說一句 沒錯 小油小鹽當然是最好 但是很多時候 不要說他醫學上到底有沒有偏頗 我只是說 你願不願意吃這家菜 那你不願意吃 那是不是失卻了他的意義 但如果個個都搶著吃 爭著吃 那我豈不是功德圓滿 達到我的目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作為家廚 很多時候我們要想法子 怎樣去令到那樣菜更加可口 當然 不是叫你強硬加多些油 不是叫你每樣東西都要煎炸 而是呢 有適當的技巧 去令到那樣菜更加起 即是更加起眼更加可口 那為什麼我說我炒青椒會炒得好吃 因為我多用程序 大家都見過我每次炒青椒 是怎樣的 我是零零四四要炒青椒 而炒青椒 我的目的就是要用真火去辣 令到它起苦皮 於是乎每次炒青椒都很野味 很可口 那不是說 本來的炒青椒不好吃 不過肯定是差一點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記住 不要嫌我尋氣 我們要煮出的美味 就是用心和細心 細心是什麼 例如小字我先頭 我的起鍋式已經和很多的家廚不一樣 是不是 我起小是炒的那些醬 那一段大家要留意一下 質感的變化 一旦大家掌握了這個技術之後 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說 齋菜其實很好吃 OK 好嗎 長氣說話就不說這麼多了 這條片應該是年三十萬出的 我在這裡公祝大家 新春愉快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萬事如意 恭喜 恭喜 這條片出的時候 我亦都跟大家去花市 拍片 走大運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大家都會發覺 我是不是跟著大家的生活節奏 希望提前給大家一個好的建議 提前令到大家可以製作 接下來製作一些可口的節日菜式 可以和家人分享 這個是作為家廚來說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大家說是不是 好吧 那就不妨礙大家了 希望大家喜歡 拜拜 新年快樂 不好意思 最後尾巴掌口 拜拜 拜拜 拜拜